好 各位群民朋友们晚上好 好久没有更新了 那也是国际足球看起来好像的确没什么意思 还是这个自己的事儿 中国足球看起来会比较有意思 那么首先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世纪赛比赛的第一场 客场面对泰国队的胜利 从这场比赛的赛前 从泰国队主教练包括媒体 球员等等各方面释放出来的信号 他们的确是想在中国队身上办一些事儿的 的确在这个小组想要争取出现 那必须是进这个小组的第二名 那么中国队是他们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 毕竟这个小组的其他对手面对韩国队怎么说就是胜算的确不是很大 不过中国队也是 所以说在争取小组第二名的这个路程上 泰国队跟中国队是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就是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 所以说这两回的比赛对于最终这个排名的确是至关重要 那么中国队呢 其实在这本场比赛特长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呢 我觉得只要不输还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比分 那么在这场比赛下来 最终还是依靠着这个反击 打进了两阶进球 最终是逆种的泰国队拿了三分 的确是可喜可贺 那么就来简单聊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上半场有一段时间 这个严俊玲啊 朱晨杰啊 蒋盛龙啊 李磊什么的 在后场巴巴巴巴巴 这个痴迷于船空啊 就是不开大脚 包括这个李可 在上一场这个国族的热身赛当中啊 李可呢也是失误贫贫啊 整个的身材呢好像 比起当年这个严拿斯里刚刚来到中国队的时候呢 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 控球啊 整个方面 水平呢 好像也是有一点同质化的感觉啊 怎么说呢 这个中国队的确不具备在后场控球的这个能力啊 几次呢都被泰国队在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啊 丢了球啊 你这个球根本传不到边后卫 边后卫拿到球之后 要么李磊啊 要么是编成这个张力红就砰一个大脚 打到前面谁也拿不到 要么就是李可一拿球 只要一个到两个 都不用两个 一个这个泰国队球员围上来 李可呢就匆忙输球啊 要么就是被逼回穿后卫门将 的确是呢 只要中国队这几个人一拿球啊 我的心里的确非常紧张 因为这个危险的确是随时存在 上半场的那个丢球呢 的确是怎么说 很偶然 当然呢也是很必然 本来呢是一次中国队这个 绞绝进攻机会 没想到直接被泰国队开出来之后呢 在湖顶处直接拿球打了一个反击 这个时候呢很有趣的一点啊 就是在中国队的最后面方队队员 不知道是李脸还是谁 在面对一个泰国队球员的一个 五五开的一个拼墙的时候呢 中国队员选择了一个大飞铲 不知道是产球还是产人 最终呢是球还是产人都没产到啊 然后呢使得泰国队球员有一个前进的机会啊 并且在第一次 因为能扑了一下之后呢 在湖顶处出现了一个巨大巨大的空当 在七号球员拿球给到最终门的那名球员之后啊 大概有一两秒钟时间啊 这名球员没有上来有中国队的球员去防守啊 导致对方打一个漂亮的球 这几乎呢我想说两点啊 第一个就是中国队的最后名防守球员的这个防守选择 呃一系记得在上一次 世界比赛赛赛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啊 上一次上上次啊 这个政治在面对对方最后一名进攻球员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采取了战胜范围 最后是吃了红牌啊 直接下场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战士范围 就是我绝对不能给你打到单刀面对我们门将 有绝对得分机会的这样一个呃 几乎出现 我必须把它弄按下来 那么今天这名球员呢 呃 选择了一个大飞行 而不是说我哪怕是把他人按在那 我就吃一个黄牌 对吧 也不要给他这个机会 呃 我不知道这名球员在那一瞬间是怎么想的啊 那我觉得可能那一瞬间他一方面会觉得 哎 这球我是不是有机会能让他断下来 另外一方面呢 呃 也跟他长久以来这个提球习惯啊 周围人的这个熏陶环境的熏陶告诉他 啊 你这球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是一个什么后果 那你做另外一个选择是一个什么后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他在这放一飞铲 把自己扔出去啊 甭管产没产照 第一种情况 两种 两个东西都没产照啊 人没产照 球也没产照 第二种情况 球产照了 第三种情况 人产照了啊 那么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机会 他再把这个球处了下来 剩下三分之二没出来下来 但是他是以一个我做出防守的最大化努力这个姿态把自己扔出去了啊 那么在赛后呢 哎呦 那我我我防守了 我没防住了 那也不怪我 但是呢 我如果是去紧跟他后退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去贴身房最终被他过了的话 那这事就大 对不对啊 就是无论之后 我哪怕把我扔出去 我也不能被他过 他没想到我要战术法规 这么一条 所以说这个球员在场上有这个心理状态啊 精神压力等等等等 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啊 我就潜藏则止点到为止啊 说到这儿啊 各位朋友们可以细心的去体会当中的这个不同之处啊 呃 再来呢 就是在这个最终完成射门的那一瞬间啊 这个因为是从前场进攻快速的游位后转攻 收到自己的禁区前沿啊 导致中国这个防守阶型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后腰出现了这个呃 巨大的一个防守漏洞 使得对方有空间得以打门 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不是阵地进攻啊 你很难摆好阵型 而且呢 就算是这个游工程手啊 首先这样大的一个防守漏洞 怎么说的 的确是不是很应该啊 那怎么说这些球员在战术素养上 可能要差一点点 这个就是觉得这个硬实力上没办法啊 在那一瞬间 电光火势之间 大家都去选择了封堵这个持久人 而对这个呃 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区域没有能够想到去封堵啊 这个就没办法 再来呢就是这个本场比赛被我觉得是被提早换下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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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士豪啊 在下半场呢 在泰国这个体力也逐渐枯竭的这个情况下 哎我们敌军拿到了几次非常不错的这个反击计划 包括谢光飞的那次这个那些 然后再扣一下最后跟对方打了一个撞枪 然后把这个球啊 调到门前由王山人打进投球的那一次反击 还有几次这个反击呢 呃没有打成了啊 这个吴磊呢也大概是浪费了几次这个计划啊 试想如果那个时候韦诗豪还在场上的话 试试能够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能够有一些球权上的一些转换一些突破 能够造成一些不同的这个结果呢 再来就是这个最终最后那几分钟有一次这个 呃谢光飞啊在拿取的时候呢 选择了一个穿当过人啊 那个这个这档比赛这个策划也是啊 给了这个汉王队将近多出来一两分钟的这个捕失 这个捕了一个捕失的捕失的对不对 你说这这闹心不闹心啊 就像当年打叙利亚那是那个场景啊 吴磊在最后时刻没有选择往脚球去带啊 而且选择了一个爆射把球丢了 最后呢叙利亚打进去一个任意球啊 那么这一次呢 从而呢也是让我心提到了什么点啊 维师豪啊不是维师豪 谢鹏飞选择了穿当过人 没有选择往脚球去带啊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杨克维棋倒在赛后啊 一定要给球员们开个会啊 在下场面对韩国队 主场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呢 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再发生啊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0比0死到最后啊 你是选择过人呢 还是选择往脚球去带 你如果选择过人被韩国队拿下 球打反击 那可不是今天太武队反击的这个质量了啊 那可就是威胁要大去的 所以我所以我说 在陈进场任何赛 包括这场比赛面对太武队上比赛 回去一样开会 在什么时间啊 什么情况下应该像李懿啊 像亨利那样护球 往脚球去带啊 球一踩 对不对 弄一弄磨一磨时间 对吧啊 这个呢就是这一群跟上一批这个正志啊 告灵啊 这样一些球员的这个区别就在这儿 然后呢最后一点我再说呢 就是这个本场比赛一年发挥很出售的一个韦诗豪啊 韦诗豪出道的时候呢 踢过冰封啊 踢过勤封 后来呢在这个三阵囊踢过边后位啊 甚至 然后来到国安队呢 基本上是踢一个这个左边前卫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很多遍 他有时候会在左路拿球 然后呢横向向中间打 呃 韦诗豪这名球员呢 现在在中国队当中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名球员啊 甚至比五脸比谭龙啊 甚至比两名中卫什么 朱春吉蒋胜龙的中央线还要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球队当中只有韦诗豪 只有韦诗豪能够在进攻当中带来一些变化 另外他的防守呢 也是兢兢业业啊 责任心很强 啊 那么在上半场的内力进球呢 也是韦诗豪一个强断 鲜明机动呢 左脚送出一脚横传 又无力打进啊 呃 韦诗豪在下场之后呢 明显的可以看到 中国队在呃 在机会多了之后啊 这个进攻节奏变化上啊 包括给整个球队的经济神 那个精神面貌上带动上啊 的就是好了 好像少了那么一个采油般的感觉 所以我说 韦诗豪真的很重要啊 另外今天他被换下的时候呢 有泰国队球员来推打 他好像当年那个倔劲又上来了 但是呢 我这里能够看得出啊 他这个脾气呢 并不是对泰国队球员发达 是对这个杨和韦奇 当他得知自己被换下的时候呢 做出了意大利人这样一种手势 的确是很费解啊 包括我也觉得很费解 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不应该换韦诗豪 他的体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他在场上的确能够带来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你说你换个代表军上来 你设计的话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他跟呢 这个韦诗豪的确是两种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场比赛 想跟大家聊了一些东西啊 也都聊了十分钟 我以为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从纵观这个本场整场比赛下来啊 现在中国队在亚洲方位之内 虽然说这一届比赛这个 进入世界杯的亚洲区的名额变多了 但是呢 中国队的进入世界杯这个机会并没有变多 为什么呢 除了这个韩诗伊沙奥这几个啊 这的确不算是中国队这个直接竞争队的时候 后期之后包括什么 呃 泰国队啊 越南队 乌兹别克啊 这些队都是虎视眈眈 对吧 另外呢 你看现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些队啊 什么叙利亚啊 菲律宾啊 泰国运啊 都想在你中国队身上办点事啊 都想弄你 对吧 所以我说 呃 在现在这个亚洲区有了更多出现名额的时候呢 你们现在 管那球迷现在 包括我现在是 多么的想念 政治 多么的想念高林 想念洪耀庭 想念郝俊敏 想念黄茉文 对吧 想念李学鹏 想念这些等等等等 甚至想念杨迅 杨迅在虐菜的时候呢 绝对是没手软过啊 什么关岛骂了大夫 对吧 尼泊尔布丹什么 说弄你就弄你 包括泰国队这种 对啊 在杨迅面前 那也是手起刀了 对吧 很想他们 但是呢 现在中国队这支中国队的实力呢 的确是 比起 五六年前 十年前 就是差了很多 如果现在我们还能够拥有 高林 这个八五一代 这个 那一支国家队的话 在亚洲区有八年五个名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好 那么不管怎么说 中国队加油 期待下一场主场面对 韩国队的这个比赛